各位家长及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马杰儿童医院儿童感染科主治医师黄聪明 大朋友小朋友要开学咯 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各项预防措施 第一 教室要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 第二 要用肥皂勤洗手 避免用手摸眼口鼻等地方 第三 如果不小心想要打喷嚏或咳嗽 记得咳嗽礼节 像吸血鬼一样用衣袖遮住才卫生 第四 有呼吸道症状或发烧 比如说耳温超过38度 或耳温超过37.5度 生病了就请好好在家休息 不要出门以免传染给同学 如果真的要出门就医 也应该戴上口罩才不会散播病毒 这些卫生好习惯 不管在学校安静班补习班 都一定要做到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